现在我们进入第65课的词汇脱口秀 Vocabulary Talk Show 这课的标题叫做Jumbo vs. The Police 讲述的是一只小象 它的名字叫Jumbo 在圣诞节的时候 它走到了城市的主干道上去 警察费了半天劲 才把它从主干道上移开 所以这里Jumbo vs. The Police 表示小象和警察对阵或对抗 Versus这个单词就表示 Versus vs vs 通常表达的是比赛当中两个队对阵 比如说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 是德国队对巴西队 用英文表达就是 It's Germany vs Brazil in the final 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 Versus这个单词经常会缩写为VS 两个字母 然后放在比赛或游戏的对阵双方的中间 来表达一种对抗或竞争的关系 比如说你看到NBA的一则赛事广告的海报 上面写着Houston Rockets vs. Los Angeles Lakers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是由 休斯登火箭队对抗洛杉矶湖人队 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单词 Versus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 跟警察对抗的那只小巷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原来这只倔强的小巷来自于当地的马戏团 马戏团在英文当中怎么说呢 叫做Circus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单词 C-I-R-C-U-S 长得特别像哪个词呢 是不是特别像Circle 也就是圆圈这个词呢 其实Circus来自于拉丁语 原意就指圆圈 也就是a circle or a ring 在古罗马时期 Circus指的是圆形的露天竞技场 而马戏表演呢 最初呢 都是在这种圆形的竞技场上 所以呢 Circus就成为了马戏 以及马戏团的代名词 那么说到马戏团 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一般会想到 小丑 杂技演员 还有动物表演 对不对 When it comes to circuses We may think of clowns acrobats and animal shows 注意 小丑在英文当中叫做clown OK 跟我读一遍 Clown 而杂技演员呢 叫做acrobat Follow me acrobat 杂技表演呢 在英文当中就叫做acrobatics acrobatics 小丑 杂技演员 以及动物表演 这些呢 都是我们对于马戏团的印象 但是呢 世界上其实有一个 非常与众不同的马戏团 But one particular circus in the world is very different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吗 这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马戏团 太阳马戏 Circ du Soleil 它的名称呢 来自于法语 翻译成英文呢 就是circus of the sun 或者说 some circus 也就是太阳马戏 Circ du Soleil 是来自加拿大的一家娱乐公司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戏剧制作公司 Circ du Soleil is a Canadian entertainment company and the largest theatrical producer in the world 注意theatrical 这个单词呢 表示戏剧的 来自于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单词 叫做啊 theater 有同学可能会好奇 太阳马戏来自于加拿大 那为什么它取了一个法语名字呢 因为它的总部呢 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这个省呢 是一个法语区 所以呢 它的名字呢 是法语 Circ du Soleil 那么太阳马戏团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传统的马戏表演当中啊 有明星艺人 有动物表演 观众呢 主要是小孩 而在太阳马戏的演出当中呢 并没有animal shows 动物表演 诶 那它靠什么来吸引观众呢 其实在80年代 当太阳马戏 进入到马戏这个行业的时候啊 马戏行业呢 已经开始衰退了 属于西洋产业 the circus industry was declining in the 1980s 所以decline 这个单词呢 表示下滑 衰退的意思 在当时 电视啊 电影啊 游戏啊 各种娱乐手段 层出不穷 孩子们呢 更喜欢玩电子游戏 而不是去看马戏 children cried out for video games rather than a visit to the traveling circus 那么太阳马戏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它另辟蹊径 在他们的原创剧目当中啊 他们不用动物 也不请大明星 而是把马戏和其他的舞台艺术 结合起来 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different forms of art are included in the shows to tell a whole story 在circ du soleil的表演当中呢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 比如说呢 你可能会看到 街头的杂耍 street performers 你还会看到 歌剧 opera 芭蕾 ballet 还有摇滚乐 rock music 等等 而且呢 太阳马戏 他们的这个舞台 灯光啊 音效啊 还有整个这个布景啊 都特别的超乎想象 所以呢 他们的表演呢 不仅吸引了 传统的马戏爱好者 也赢得了广大的剧院的观众 也就是 以前呢 只有小孩看 现在很多的成年人 也喜欢看他们的表演 我曾在美国的 Las Vegas 看过一场 circ du soleil的著名表演 叫做O 这个O呢 在法语当中啊 就是水的发音 代表了水世界 那太阳马戏呢 在这个室内啊 达了一个可以变换的水路舞台 水池的深度呢 达到了25英尺 大概就是8米的样子 整个表演当中啊 汇集了 80多个 全球各地的演员 包括了跳水运动员 杂技 马戏 各路顶尖高手 汇聚一堂 非常的震撼 The show was super impressive 所以呢 虽然没有动物的参与啊 但是呢 太阳马戏的这种 戏剧化的 用角色来讲 故事的表演方式呢 使得太阳马戏呢 成为现代马戏的先锋 Despite the absence of performing animals It's theatrical character driven approach helped define heal define Cirque du Soleil as the contemporary circus 最现代的这个单词啊 我们曾经补充过 叫做 Contemporary 所以有人说 太阳马戏团是重新发明的马戏 Cirque du Soleil reinvented the circus industry 就像是2007年乔布斯发布的iPhone 重新发明的手机一样 记得我在商学院读NBA的时候 太阳马戏呢 是作为战略课的一个重要案例来讲授的 在国外呢 有一本著名的书叫 Blue Ocean Strategy 叫做蓝海战略 当中呢 就重点提到了太阳马戏的例子 因为它在一个本来竞争很激烈的 已经是红海的行业当中 重塑了整个行业 创造了一片蓝海 Cirque du Soleil reconstructed the industry to create the blue ocean 太阳马戏的例子呢 也告诉我们啊 如果能够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 能够不没守成规的话 往往呢 能够帮助一家公司 也可以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 找到自己的蓝海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helps a person or a company stand out 注意这里的 Think out of the box 字面意思呢 就是跳出一个盒子来思考问题 也就是要跳出思维定势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聊聊这一课当中呢 第三个重要的单词 叫presen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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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呢 我觉得大家看到 肯定不陌生 但是呢 难点在于 它的意思特别多 做名词呢 可以表示礼物 还可以表示 当下 目前 作为形容词呢 可以表示 出席 做动词呢 还可以表示 给予 我相信啊 很多同学学的学的 就学晕了 对不对 那么如何学习这种多义词呢 我们最好进行分类 然后理解它的核心含义 同学们呢 要重点来掌握present 它的两组意思 第一组的意思呢 跟给予相关 比如说 做名词 它表示礼物 诶 礼物是干什么用的呢 礼物就是 给予别人的东西 a present is a gift 比如说 生日礼物 就叫做 birthday present 圣诞礼物 Christmas present 礼物是用来 给予别人的 所以呢 present 还可以引申为动词 表示赠语 授语的意思 也就是一种 正式的给予 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做动词的时候 这个词啊 要读成present 重音呢 在第二个音节 OK Follow me present to present someone with something means to give it to them formally 比如说 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一位市长呢 给获胜者颁发金牌 用英文呢 可以这样来表达 the mayor presented a gold medal to the winner 也可以说 the mayor presented a winner with a gold medal 我们可以说 present something to someone 也可以说 present someone with something 如果你给予别人的东西啊 是信息 或者说是一个报告 那么呢 present就可以表示 展示 陈述的意思 比如说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你要用一个图表 向观众展示 统计数据 你可以说 I will present the statistics using a chart 所以图表 叫做 chart 统计数据呢 叫做 statistics 这个词呢 读起来可能有点麻烦 大家跟我读一遍 statistics 再比如说 一个公司的CEO 将向公司的董事会 陈述一个报告 用英文来表达呢 就是 the CEO will present a report to the board 这个board 就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 无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还是在一个公司里工作的时候 做演讲或汇报 向别人展示一些信息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技能 做演讲和汇报呢 就叫做 give a presentation or we can say make a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这个单词呢 就是present 它的名词形式 比如说在大学里呢 你听了一个讲座 一个教授呢 就中国经济 做了一次报告 用英文呢 就可以这样来表述 the professor gave a presentation on china's economy 好 刚才呢 我们讲到的是 present 这个单词 它的第一组 重要意思 这一组意思呢 都跟给予相关 而present 它的第二组意思 跟时间相关 我们早就学过 present 这个词可以做名词 表示目前当下 而做形容词的时候呢 可以表示 目前的 当前的 比如咱们来造学句子 当前 我们人类啊 面临的一场气候危机 at present we are faced we are faced with a climate crisis 最at present 这么意思啊 就是在当下 也就相当于 now 全世界呢 要采取措施 来解决 当下的危机 the world has to tak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esent crisis the present crisis 这里的present 指的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当下的 目前的 那么我们知道 present还有一个意思呢 表示出席的意思 出席跟时间 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想想看啊 出席一个活动 是不是就是 把你的时间 给到了某个活动呢 比如说 总统将出席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the president will be present at the UN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 好 我们来做一个小节 present 这个单词呢 有两组重要意思 第一组呢 跟给予有关 给予别人的礼物呢 就叫做present 给予这个动作呢 叫做present 它是一个动词 如果给予别人的东西 是信息或报告 那么present 就表示展示和陈述的意思 它的第二组意思呢 跟时间相关 如果指当下这个时间 叫做at present 也就是现在的意思 当下的危机 叫做present crisis 而当你把时间 给予了某个活动 那就意味着 你出席了某个活动 所以出席呢 在英文当中 叫做be present 好 希望以上的梳理呢 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的掌握 这个词的准确用法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聊聊 这一课的第四个重要单词 叫做accompany 这个词的意思呢 可以表示陪伴 ac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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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个词 可以表示陪伴呢 大家仔细看一看 accompany 当中有一个 你特别熟悉的单词 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company 这个词大家最熟悉的是 公司的意思 但是呢 做名词 它就表示陪伴 为什么呢 在三十一课当中 我曾经讲过 这个词的核心含义 也就是它的基因 前缀 com com 表示together 也就是一起的意思 而它的词根 pany 在拉丁语当中 表示面包 bread 所以company 这个词合起来 它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 是bread fellow 也就是 一起吃面包 一起用餐的伙伴 所以呢 company 就表示了陪伴的意思 如果一群人 一起吃面包 同吃一桌饭 相互陪伴 那就表示 大家同甘共苦 为了共同的一个事业而奋斗 所以呢 company 又引申为公司的意思 因此 company 这个词 它的基因 是陪伴 那么 在英文当中 具体陪伴你的一个人 同伴 叫什么呢 叫做 companion 它跟company 有共同的基因 属于同一个家族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family 比如说 你去旅行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跟你相伴而行 这个旅行当中的旅伴呢 就叫做 a traveling companion 在生活当中呢 很多人喜欢养宠物 作为自己的伙伴 如果你要说 我的小狗 是我最亲密的伙伴 这句话用英文 怎么表达呢 my dog is my closest companion 所以在英文当中 要表示一个具体的伴侣 伙伴 同伴 可以用 companion 它的字名意思呢 跟company一样 都是表示 一起吃面包的同伴 据说 在古罗马的军队里 士兵呢 被分成十人一组 生活在一个帐篷里 吃饭的时候呢 也一起共享面包 这些人呢 就是最典型的 companions 那么面包 到底怎么分呢 传说 罗马人啊 为了让面包 分得更加公平 发明了一种 特别巧妙的 分面包的制度 切面包的人 必须拿最后 剩下的一份 这样的话呢 切面包的人呢 就会想尽办法 把每份面包 切得一样大 你看 这是通过制度呢 来完成 分面包的公平性 因为呢 如果让 切面包的人 先拿的话 并不是每个士兵 都会像恐龙让利一样 拿最小的那一份 好 我们再次回到 company 陪伴这个单词 那如果在company的前面 加上一个前缀 AC 作为意思的加强 于是呢 就变成了 accompany 这个动词 表示陪伴 to accompany means to go with someone 比如说我们来造个句子 无论主人走到哪儿 那只狗呢 总是伴随它左右 whatever the master wherever the master went the dog would accompany him 注意这里的 wherever 就相当于 no matter where 表示 无论哪里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 在一个游乐场的门口 贴着一个告示 说 十岁以下的儿童 必须有成人陪伴 如果让你把这句话 翻译成英文版本 应该是怎么说呢 注意成年人 叫做adult 陪伴用动词就是accompany 这句话呢 可以这样来表达 children under 10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n adult 当然要提醒大家 accompany表示陪伴 这是一个相对 比较正式的用法 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讲陪伴呢 一般就说 go with someone 或者说 come with someone 就可以了 in everyday English people usually say go with or come with someone instead of accompany 比如说你有个朋友 生病了 要去医院看医生 你对他说 你需不需要让我 陪你去医院呢 用英文呢 我们这样说就可以了 do you want me to go with you to the hospital you don't have to say do you want me to accompany you to the hospital 用accompany呢 就显得太正式了一点 it's a little bit too formal here 当然accompany呢 还可以表示一种 特殊的陪伴 什么陪伴呢 比如说 一个歌手在唱歌的时候 一位钢琴家 用钢琴为他伴奏 这个伴奏 也叫做 accompany 我们可以说 the pianist accompanyed the singer on the piano 好了 说完了陪伴 下面呢 我们来聊聊 这课当中的 另外一个重要动词 叫做 approach 这个词呢 表示接近 靠近的意思 approach approach 在approach 这个词当中 approach 来自于拉丁词根 prope 意思呢 就是near 表示近 在approach 前面加上ap 这个前缀之后呢 就表达了意思的一种加强 相当于说 come near to something or get closer to something 当然要注意 approach 这种接近呢 既可以是距离 也可以是时间 数字上的接近 我们来想象一个 问路的场景 你走在大街上 有一个老外呢 问你说 excuse me may I ask where the subway station is 对不起 请问地铁站 怎么走呢 你想回答他说 就沿着这条街 一直走 当你快到一个 大商场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地铁站呢 就在左边 这句话用英文 如何表达呢 首先 沿着这条街走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just go down the street 注意这里的down 并不是走到下面去 而是沿着街走 相当于along 后面说 当你快到一个 大商场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地铁站就在左边 注意快到什么地方 也就是接近 我们可以用approach 大商场呢 叫做shopping mall As you approach a shopping mall you will see the subway station on the left 当然同学们注意 approach不仅仅可以指 位置上的接近 也可以指时间上的接近 比如说 新年即将来临 我们可以说 the new year is approaching 也就是新年的脚步 不断地向你靠近 当然approach呢 还可以指数字上的接近 比如我们要表达说 这家公司去年的利润 接近1000万美金 这句话用英文 怎么说呢 注意一个公司的盈利 赚的钱 叫做profits 我们可以说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last year approached 10 million dollars 接近是approach 它的核心意思 当然了 在英文当中 这个单词 还有很多灵活的用法 也就是它的隐身意 我们来看看 下面这个句子当中 approach 表达了什么含义呢 the CFO of this company approached the bank for a loan CFO就是 Chief Financial Officer的简写 就是一个公司的 首席财务官 那么这句话当中的 approach the bank 什么意思呢 字面意思是 CFO走进那家银行 那么走进银行 要干什么呢 for a loan 为的是申请贷款 所以贷款叫做loan 所以这里的approached the bank 其实呢 指的是 跟银行进行 接洽沟通 寻求一些帮助 或者说 提出一些要求 这个呢 就叫做approach 所以英文当中要表达 找一个人 寻求他的帮助 请求帮忙 做某件事 尤其是第一次 寻求他的帮助 用英文呢 就可以说 approach someone about doing something 比如说你有个朋友 叫John 他办了一个摄影俱乐部 他知道你特别擅长 艺术和设计 于是呢 就找到你 希望你呢 帮助设计一个 俱乐部的标志 你可以说 John approached me about designing a logo for the club 很多同学在学习 approach这个单词的时候 知道它还有一个重要意思 作为名词表示 路径方法 为什么可以表示 路径和方法呢 大家想想看 当你approach 接近走进一个地方 是不是必然要选择 某个路径呢 所以approach 就引申为路径 当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呢 就像是摆在你面前的路径一样 所以approach 也可以引申为方法的意思 比如说 we have adopted a new approach to english learning 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 来学习英文 注意一个细节 后面的介词 为什么用to呢 因为to的含义 是方向性和针对性 这里呢 表达的是路径 所通往的方向 或者一个方法 所针对的问题 好 小结一下 approach 这个词的核心意思呢 表示接近 可以指地点 时间 以及数字上的接近 当你接近一个人 去寻求他的帮助 或提一些要求 那么这时的approach 就表示了接洽的意思 而当你接近一个地方 必然要选择一个路径 所以呢 这个词还可以引申为 路径和方法 另外呢 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个 和approach同根的单词 也就是同一家族的成员 叫做approximately 大家跟我读一下 approximately approximately 这个词呢 它表示大约的意思 它的基因和approach一样 都来自于拉丁词 跟probe 表示近的意思 大家想想看 所谓的大约 是不是就非常接近 某个数字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趟旅程 花了大概三个小时 我们可以说 the trip took approximately three hours 这里的approximately 表示大约 就相当于 about almost 当然这个词 相对比较正式 你可以看出 是about 它的升级版的表达 今天跟大家聊的最后一个单词 是weight 这个词呢 表示重多少多少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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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 我们学过它的名词叫做weight 也就是重量 那么如何问重量呢 比如说 你去水果店买西瓜 你要问说 这个西瓜多重 用英文该怎么问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how much does the watermelon weigh 售会员说 那我来称一下 let me weigh it 注意weight 后面可以直接跟上名词 表示称某个东西 let me weigh it 也就是 let me weigh the watermelon 称完之后呢 这个西瓜重五公斤 怎么说呢 it weighs five kilograms 所以在英文当中表示 一个东西重多少 其实很简单 就是something weighs 后面加上重量就可以了 一只大象的重量 可以超过一万磅 我们可以说 an elephant can weigh over ten thousand pounds 一万磅呢 大概就是四点五吨的样子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一只大象呢 可以重达几吨 an elephant can weigh a few times 要提示大家的是 weigh 它的用途 远远不只是称重量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场景 在圣诞节的时候 Mary在逛商场 商场里呢 有很多的促销活动 有一个售货员 a shop assistant 很兴奋地向Mary 介绍了好多优惠促销的方案 有满意正义 有的七折 有的有赠品 Mary听了头晕 说我得想一想 let me think about it 于是呢 她在心里 掂量掂量这几个选择 到底哪个最划算 我们可以说 Mary was weighing the several options 字面意思呢 就是在脑子里啊 称一称不同的选择 那也就是在心中盘算 这个用法呢 跟我们中文当中的 掂量掂量 是不是很像呢 我们在掂量各种选择的时候 免不了呢 要权衡利弊 大家知道权衡利弊 在英文当中怎么表达吗 注意利和弊 在英文当中叫做 benefits and costs 也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收益 和它付出的代价 那么权衡利弊呢 我们可以说 weigh the benefits against the costs 在做一个决定之前 我们必须把利和弊 放在一起进行权衡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 we have to weigh the benefits against the costs 当然利和弊 在英文当中啊 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说法 叫做prose and comes 所以权衡利弊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weigh up the pros and comes 注意表示权衡颠量的时候呢 weigh后面呢 也可以加上一个副词 up weigh up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especially an important one we have to weigh up the pros and comes 好了 今天的词汇脱口秀 我们就说到这